飞飞英语 地位精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飞飞老师的新概念语系列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新概念系列的二侧的Lesson AD 第八十课题目叫做The Crystal Palace 还记得什么叫Crystal吗 水晶的意思 而Palace呢 宫殿 水晶宫 听着多么的高大上 高端大气上档次 到底世界上真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水晶宫 而它是不是Mate of Crystal是由水晶做成的呢 那今天这一课我们就一键分享 先来跟我打开我们的教科书 打开我们的单词本 跟飞飞老师一起来研究本课的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看看今天我们要学到哪些词汇呢 当然第一个词小学经常会了 也就是宫殿 你们怎么说呀 不要读上Place啊 是P-A-L-A-S-A-E 这还有个A呢 一起来Palace 再来一遍Palace 一起来Palace 宫殿宫殿在古代不管是欧洲 美国还是咱们中国 美国没什么古代就200年历史 不管中国还是欧洲 宫殿建造起来都是为了谁住的呢 都是给皇帝住的同学们 比如咱们中国的一个Palace 叫做The Palace Museum 什么叫Museum博物馆 叫宫殿博物馆 故宫呗 所以这就是The Palace Museum 故宫以前不就是皇上 The King used to live in this Palace Museum 那国外有很多宫啊 虽然没有咱们中国这么豪华大气 但是有同学见过这个Palace吗 这是这个Palace到底为哪呢 一看这个标志有同学知道了 这就是英国的Burkingham Palace 我们中文叫白金汉宫 至今住着英国女王 英国的王子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这就是宫殿 当然皇上嘛 你说老百姓都好几个房子嘛 没事去哪儿 都竟然还有个小别墅 那皇上肯定也有啊 一到夏天的时候 皇上觉得这儿太热了 室内 于是就要去一些地方消夏 就诞生了他的夏宫 英文叫The Summer Palace 不用我说是哪儿吧 那当然就是颐和园 其实就是皇上当年度假夏天的夏宫而已 那么同学们 那老师以前我们去欧洲老能看到一些城堡 城堡怎么说呀 C-S-T-L-E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Custle 城堡 再来一遍 Custle 有的老师城堡跟宫殿有什么区别啊 而且在欧洲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能够叫Palace的放区 都是皇上居所 而皇上底下有很多贵族啊 宫侯博子男 他们不能住在Palace里 于是不让他们中国什么王爷府啊 去有一个府 欧洲会给他们建了很多的Custle 往往呢 衣裳棒水 底下有地牢啊 那么多的房子 一般都是贵族血统的人 才会住在Custle里 所以皇上住Palace里 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同学们 那我们一起来看下面一个词 这个词啊 别看长 但是挺好读的 我们来分析分析 啥叫一起来 Ordinary Ordinary I'm an ordinary person 普通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住在普普通的房子里 I live in an ordinary Ordinary house 既不大 也不小 既不是大的Custle和Palace 也不是小的茅屋 那么同学们 这就叫Ordinary 你在你们班成绩怎么样 Just Ordinary 一般班的班 平均分多少 我一般就是多少 当然 就这就叫Ordinary 那接下来前面一个Extra Extra原意是什么呢 注意这个形容词 原因叫额外的 额外的 额外的超粗的感觉 这道题啊 You should be Extra careful Extra careful 什么意思啊 你得格外额外的仔细 不是一般的仔细 才能做对啊 或者同学们 每次菲菲老师到国外 或者中国那些服装店 我就问 我有多大号吗 有人说 你得穿XL 这是什么东西呢 L叫I large X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这个色简称 全称叫做 一起来Extra large Extra large 额外的大 格外加大 同学们 你得穿XXL Extra Extra large 只有同学 阿姨你这儿有 XXXXXXXL 阿姨都绿了 我们这儿不卖大象的裤衩 没有这么多叉啊 同学们 或者9比较好 都叫XO 这XO那俩词 它怎么就 那我觉得9 怎么才算好呢 年头是9 才算好吧 O叫做O的 那老师 X呢 老师 X你都不知道 数学中的位置数 不知道多了 老了 XO 胡扯 X还是这个词 我们叫Extra old 额外的老 1634年 同学们 这才叫Extra Extra old Extra old 那今天 普通不是普通 它已经超出了普通 中文不就叫超凡的 非凡的 不平常的 本来应该读 Extra Ordinary 读得多 老师的发音方面 出现了连读啊 这么读一起来 X 这俩合一块了 Tradinary 一起来 Extraordinary 打声读 Extraordinary 一个词 Extraordinary 极其不普通的 非凡的 卓越的 随便你翻译 大家都看过这个动画吧 海贼王 这几个小伙伴们 一起经历了一次 非凡的冒险 不是普通 比普通的 差了好几辈子的东西 那怎么说呢 看好套品 Extra 再写个Ordinary Extraordinary 冒险怎么说 A开头的 Adventure They had an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上次空难 让我感受 对我来说 真是一个 非凡的经历 我觉得这一辈子 不有第二回来 叫做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当然 我觉得贝多芬 小说 或者每个小说 就展现出了 不同一般的 非凡的才能 才能叫 Talent T-A-L-E-N-T 才能 那就是 Extraordinary Talent 所以同学们 Extraordinary 非凡的 超凡的 多好的一个形容词 一定要记住 再给我读一下 比起来 Extraordinary 反应词 Audinary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 这个词是我们今天 本课的重点名词了 因为围绕就是他讲 展览展出 世博会那展览啊 今天哪有书展啊 哪有画展 展怎么说呀 还挺大的一个词啊 不好读 EX就是出来的意思 出来才能展览吗 EX H 是个B EX H B R T L 怎么读啊 一起来 H不发音 Exhibition Exhibition H不发音 Exhibition 打相读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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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的意思同学吧 各种各样的展 就是各种各样的 Exhibition For example 举办一个展览怎么说 自然用的是 Hold an exhibition 谁谁谁 下个月将举办一个画展 Will hold an exhibi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paintings 各种的画展 那同学们 展览动词有记住吧 这个词只需要把 爱文去了 在发音 这这么读 Exhibition 这个词 这回不是Ex了 这是歌的意思 一起来 Exhibit Exhibit 很难听的 Exhibit 一个Exhibit 叫展览 展出 跟那个show 差不多 show在口语了 我可以把我的手机 展示给你 show my mobile phone 但Exhibit 绝对公开的 或者卖票的那种 大家来展览 这叫Exhibit A lot of mummies 不是妈妈 是很多的木乃伊 are being exhibited 正在被展出 in the Egyptian museum 哪儿啊 在埃及博物馆 are exhibited 那同学们 那你说 每次展览 你记得这些 就叫展厅 一号展厅 二号展厅 展厅怎么说啊 展厅怎么说 叫whoa吧 而展厅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Exhibition whoa Exhibition whoa 动词一起来 Exhibit 所以这两次 展览的名词和动词 都要去知道 我们所有的话 都在正在被展出 怎么说呀 all the pictures 或者paintings 现在就是被动语探 叫be being done are being 注意看 你自己能写对吗 一个 z bit 加以be exhibited all the paintings are exhibited in the exhibition whoa 所有的话 比如繁高的话 都在被展低 被展出着 人们就可以参观 visit了 你visit 我得exhibit 这俩其实是一对的 但我觉得visit 倒真好拼 exhibit 是它的翻译词 一个参观 一个展览嘛 那同学们 接下来 铁不用说了 啥都认识 但是你不认识 并不是废老师 你啥的啊 你取来 Aaron 大圣东 Aaron 因为为什么啥都知道 你肯定看过这电影吧 叫Aaron Man Aaron Man 什么东西啊 钢铁侠呀 Aaron Man 其实咱们中文 翻译成钢铁侠 英文就翻译成铁人 因为钢 你好像见过吧 这叫钢 Steel 钢 而铁叫Aaron 而钢铁侠叫铁人 估计不翻译成铁人 因为觉得没有刺激感 你翻译铁人 没人买票看了 一点都不是铁人 铁人我看我又会 行了同学们 所以叫钢铁侠 听着感觉跟超人有一拼了 所以这个词一起来 Aaron Man 再来变Aaron Man 当点铁的数可数吗 英文就所有的原料都不可数 钢Steel不可数 铁不可数 电不可数 水不可数 玻璃不可数 但是一旦你记住 Aaron变成可数名词 突然有一天你妈妈说 我要去超市买一个Aaron I want to buy an iron in the supermarket 那这时候变成可数名词 它就是一个东西了 而不是铁这个材料 它叫做 估计你没见过 你看了图片 我都不认识 有时候 嗯 这是什么东西 有时候这是一块铁 我们叫运斗的意思 老师运斗是干嘛的 就是烫衣服 妈妈都知道啊 以前运斗都是一块铁 现在都是争取运斗了 一起来Aaron 所以就说 Aaron是可数 是运斗的意思 而不可数 是钢铁的铁的意思 好 我们继续嘛 这么多蔬菜 这是各种各样的蔬菜 以前学的各种各样 在没有学今天这个词的时候 你只能这么表达吧 叫different kinds of 哦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对啊 different kinds of vegetables in the supermarket 今天一个西红词 就可以代替这个三个词 它的意思就叫 各种各样 是由微开头的要 重新起来 varyous 一起来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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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读啊 various 它的意思叫各种各样的 完全等于 different kinds of 也可以写成 到高于我们会学的名词 它的名词就叫各种各样 我们叫 V-A-R-I-E-T-Y 跟我读一下 名词各种各样 variety V-A-R-I-E-T-Y 一起来 variety V-A-R-I-E-T-Y V-A-R-I-E-T-Y 那这名词怎么变成各种各样 前面加个of 后面加个of 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 所以因为这有三个各种各样 老师为什么学这么多 因为写作为老师 各种各样的花 各种各样的鱼 各种各样的书 各种各样的吃的 不会表达 只用这第二个 是背面太多了吧 所以这个形容词不要加off 形容词哪能加off 一起来 various various 名词就是说 a variety of a variety of 超市里各种各样的蔬菜 a variety of vegetables in the supermarket 我菜市场里各种各样的蔬菜 various vegetables 这个废话 超市菜市场肯定各种各样的蔬菜 你去欧洲就不一样了 因为欧洲人不怎么吃蔬菜 你看他们吃汉堡 披萨饼 顶多就那点西兰花啊 洋葱啊 土豆啊 到头了同学们 哪像他们中国 他们都没进入那些菜 我觉得我在北大读书 我们那个外教 是一个美国人 每天早上八点公布上课 六点多人先去那个北大 旁边有一个西元早市 早上卖菜的 然后去完早市啊 然后回来以后 就是他没借完菜 都得买一点 买一点 回来都在冲城铺八点上课了 先拿个菜来 先问我们 同学们 这个是什么呀 我们说这个是 下说了 比如说 这个是豆芽菜 这个怎么吃 我们说你要 这个怎么吃 这个是什么呀 我们说这个是大料 这个怎么吃啊 这个怎么吃 这个什么呀 这是 housegar 这个怎么吃啊 这个怎么吃 后来一个学习啊 买了好多菜 妈妈也都认识了 有一些我其实特别进游戏 他妈妈八点都没上课 八点五分他过来 给老头累的 妈妈说 同学们 别上课了 你们看 我今天买到这么粗的 这个两根韭菜 我说 老师这是葱 当时葱 我们全门都绿了 老外呢 吃过韭菜 和葱这么高级的植物啊 只吃过洋葱 所以他说 进了中国的早市和菜场 基本你能看到 very vegetables 那个进了原始森林式呢 我只惊喜游戏 当然你去欧洲的话 你也会觉得 哎呀 咱们中国各种糖果甜品 就觉得很丰富 你去欧洲 我的天 两层楼的商店 全卖点心糖果 看看 哇 都一二吃一口 都得吃三个月 我觉得 这叫 甜品叫 sweet 所以糖就叫做 various sweets overty of sweets 同样各种各样的酒 欧洲人也喜欢喝 葡萄酒叫wine 我们叫various wines 或者overty of wine 没问题吧 这叫各种各样的 如果知道的话 简单名词 跟我读一下 machinery machinery 大声读 machinery 老师 机器不叫machine吗 怎么后面还加个 什么ery 而外呢 注意啊 machine是一个机器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and this is a machine 两个 two machines 但注意 一旦 ery结尾的 第一 它是不可数名词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总称 至所有的机器的总和 可以发现的机械 这些一起看 哇 你们工厂 还有很多的 machinery 这个词后面加ese 因为它是不可数名词 for example 什么叫industrial machinery 工业机器 这是总的机器的总称 或者什么叫 farm machinery 农业机械 拖拉机啊 什么我也没见过啊 什么打鼓机啊 直升飞机播种啊 这些都属于 farm machinery 农场的一些机械 反正我就知道 一而外皆为一般都是总称 比如大家知道 什么叫 J E W E L L嘛 我们叫jewel 一件珠宝的意思 不管戒指项链都属于一件珠宝 但是真正你肯定学过这个词一起来 Jewelry Jewelry 一而这位也叫珠宝 后面只加一字 因为是不可数名词 它是珠宝的 总称Jewelry 我喜欢珠宝 I love Jewelry 女性经常买珠宝 by Jewelry 不要YBI加S 总征啊 以后你还要学这个词 就要一起来 crockerry crockerry 大学四学词汇 crockerry 不认识你就记住 飞机老港 这是总称 它的意思叫陶瓷 老师陶瓷不是China吗 小写那个对 China是一件陶瓷 er 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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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叫crockerry 陶瓷的总称 他很擅长陶逸 He is good at crockerry 跟我读一下 crockerry crockerry 好一起来 Jewelry Jewelry 所有的机械 Machinery Machinery 都是可数不可数啊 不可数名词 但China Jewel J-E-W-E-L 以及刚才那个Machinery 都是可数的 因为那是可以单个的一件 好 那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 展示展览 一起来 Display 再来一遍 Display 一起来 Display 刚才那个Exhibition 对 这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Exhibition 这个展览展览会啊 只是说 收票的大家来参观 Display 可以是可大可小啊 对吧 我可以把我的手机 给你们展览 展览 也可以用Display 当然也可以是大的 所以这两个算是同一词吧 当然注意Display 是个名词 那同学们 我就得说 现在我还想要这个句子 A lot of mommies are being exhibited in the Egyptian museum 被展览 那同学们 怎么用这个字来标为被展览呢 我们记住 这词叫 Be on display 叫某物被展览 也可以说 Be on show 某物被展览 也可以用Be on exhibition 某物被展览 也就是我可以完全不用动词 所以你觉得动词旁 我可以说 很多的木乃伊 被展览 直接这种形式 A On display 或者 On show 或者 On exhibition 所以注意 Be on display 某物被展览 Be on show 等于Be on display 也等于Be on exhibition 所以知道就可以了 所有的画都被展览 可以说 All the pictures are on display All the pictures are on show in the museum All the pictures are on exhibition 注意接词用的词是 On啊 那么从小的下面一个词 蒸汽 不用我说了 一起来 Steam 再来一遍 Steam I-S-T-A-M 蒸汽 一起来 Steam The steam is coming out of a boiling kettle 什么叫Kettle 水壶的意思 一个沸腾的水壶 那当然蒸汽正在水壶往外冒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老说蒸汽机车 一个蒸汽火车 就叫A steam train 一个蒸汽的火车 那同学们 你猜猜 Iron是什么意思了 运动 什么叫A steamIron 蒸汽运动 这应该见过吧 就算没用过超市也经常有啊 那再猜一个 老外没见过 老外只吃过bread 他看到中国有一个东西 很类似咱们 他们国外的bread 所以又不太一样 他给起名字 你们中国的叫steamed bread 被蒸过的面包 你知道说的中国 哪种美食吗 主食还不是美食 估计都吃过 尤其山东同学得知道 叫呛面的那个 很好 馒头 跟我读一下steamed bread 当然你说馒头 他可能未必听得懂 你这么接 steamed bread 啊能明白 不过有些人没来过中国 也不知道你把面包蒸了 会是什么样子啊 所以馒头就叫做一些 steamed bread steamed bread 运动 steamed iron steamed iron 蒸汽火车 steamed train steamed train 蒸汽可数吗 气体当然不可数 一起来steamed steamed 好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利润 跟我读一下 大声读啊 profit 在那边 profit 以后开公司就是了 这一月 成本三万 余下来三万五 利润不就是五千呢 一起来profit 再来一遍 profit 而获利 利润可数 所以盈利 就叫做make a profit 为什么make呢 这个make不是制作 make可以加钱 因为你习惯在后面加钱 你这什么叫make money吗 不叫做钱啊 在那弄一张纸 然后开始画毛泽东 然后就喷抹汁 不是这个 这叫挣钱 老外经常说 how much do you make every month 你每月挣多少 我每月挣一千美元 I make one thousand dollars every month make money 叫挣钱 而同学们 make a profit 叫赚取利润 这不叫赚钱吗 赚取利润 不就是获利吗 这小子发价了 怎么发价呢 they make a profit by selling houses 通过卖房子 获了利益了 发达财了 那你知道这叫获利 发财怎么说吗 喜马尼也知道吧 幸运的是怎么说的 fortunate吧 而make a fortune 不叫制造幸运啊 我们叫做发财 怎么又写成fortunate f-o-r-t-u-n-e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make a fortune 发财 make a fortune 获利 make a profit make a profit 而挣钱 make money make money 那如果知道的话 咱们中文老说这句话 因为说 he is only interested in a quick profit 中文又怎么翻译 he 他 只感兴趣 be interesting 一个迅速的利润 常远的不看啊 就看竞争的利润 中文叫做 他太急功近利了 急功近利 这是中文的成语 英文表达不出来 英文人就会说 他只关心眼前 那个迅速的恋意 太渺小了 目光前 这个 前前的这个 井底之蛙 不关注常远的东西 所以 he is only interested in a quick profit be only interested in a quick profit 某人只关注 眼前迅速能得到那点钱 就是太急功近利了 多好的一个小词作啊 希望你记住 如果记不住 这必须记住 获利弹果读一下 起来 make profit make a profit 好 那么同学们 来看本课的最后一个词 应该也是久违了吧 学院一起来 college college 大学读 college 一起来 college 大学这么说 university university 这要有什么区别 很好 有同学知道啊 大学来自于universe 什么叫universe 你就想吧 你能想到最大的事情 叫universe 上班有东西说 大学 我的天 你也太经理之八了吧 太急功近 我还想到 经理了呢 这叫宇宙啊 同学们 而大学就是研究宇宙的地方 同学们 最早怎么来的大学 在西方先有的 最早是有一个哲学家 叫苏格拉底 当时招徒弟 说啊 你们都拥胳膊 每天谁能拥一百下 拥到年底 我就要谁 大家觉得很简单 但真正坚持不懈 拥到最后的 就一个叫柏拉图的哥们 拥到最后 胳膊都快拥出去了 都快成阿童木 或者钢铁侠了 同学们 最后 苏拉底说 那行了 你继承我的一波 成为我的徒弟 而柏拉图就成为一个哲学家 以前的哲学家干什么事呢 猎人打猎 农民种田 女的去仿杀 而他哲学家什么都不敢 在空地中 坐在那 仰望天空 研究universe 研究宇宙 想想一些哲学深奥的问题 宇宙是怎么来的 人呢又是怎么没的 后来有了很多的子弟们 然后他就围上墙 就建立了一个university 而最早大学 起名就是 研究宇宙万事万物的地方 宇宙有啥 咱就学啥 所以university 至今就说了 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大学 比如北京大学 叫university 因为 你们有医学 有文学 这个老师 北京大学 西方语 就是外国学院 学的是外语 也有 心理学也有 理工文医 都是有 社会学 都是可以有的 但是college说的是啊 这个大学 集中于他所有的师资 只研究一个方向 学院 college 比如咱们中国叫北京 外国一大学 但外国人只能说 北外是个college 因为你在这只能 学到外语 你想学社会 就学不了 你想学经济 医学 电脑 没有 那这就叫college 邮电大学 college 只学邮电 或者有东西学 青年政治学院 学政治的一些 college 外教学院 学外教 college 中央民族大学 研究民族的事情 college 但北大可能比较综合 当然你具体说 哪个好 哪个不好 肯定在中国 你会觉得北大 肯定比较好 学的综合 国外不一样啊 你难道说 哈佛就一定 你麻省理工学院要好吗 麻省理工学院 说我们师资 专门改一课 对吧 那就看你喜欢那一课 看哪个更强了 The University of College 本身没有谁好 学坏 在中国可能觉得 University of College 要好 在国外没有这区别啊 无非就是一个学的 很综合 你要想学各种学 我想学完物理 再学习数学 再听个中文 那你就去University 我就想踏在时 这辈子跟那个Sheldon 生活大暴露 这样的人 我就学物理 那你就去Universal 去College就可以了 这两个没有区别 大学和学院 之后就可以了 一起来University University 研究宇宙的地方 学院一起来 College 如果没有问题 那同学们 这一课的词汇 我们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 还是需要暂停一下 先把刚才的词 给我整理整理 然后用十分钟时间 跟着MP3读两遍 画下你播的词和端语 接下来该干嘛了呢 继续我们的课程 跟着菲菲老师 挑战第八十课的课文吧